本期话题 刨祖坟为的啥 两个人吵架 有的时候能听见这样的话 说你冲我这么横干啥 我是抱你孩子跳井了 还是刨你家祖坟了 好像刨人祖坟这个事 是特别恶劣的 那当然了 现在呢 好像也不会真有人 去刨对方的祖坟 但是在古代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那么为啥 古人热衷于刨祖坟这个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把 刨人祖坟都是为了什么 刨人祖坟呢 就三点原因 头一个是迷信 第二个是利益 第三个是报仇 咱们先说头一点迷信 说刨祖坟 为什么跟迷信相关呢 说一个人呢 如何走大运呢 可能就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啊 说你家祖坟冒清烟了吧 说这走运跟祖坟有啥关系呢 这就是迷信 古人认为呢 如果把祖坟呢 安置在一个风水好的地方 这祖宗待得舒服了 就能保佑自己的子孙 飞黄腾达走大运 甚至当上皇帝 都是可能的事 所以古人呢 特别重视死后埋在那 很早就把死后的住所安排妥当 有点钱的富贵人家呢 还会聘请高明的风水师 寻找风水宝地 你现在你看有的地方 说是这个仙人安葬在哪 那有的迷信的 也都请风水师给看 就是说这种观点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可以说得上渊远流长 影响深远 你看咱们 我以前讲过那个事 就是说韩信 做了件缺德事 所以死得早 有一个缺德事 就叫做活埋生母 怎么事呢 说这韩信呢 他有一天那个放羊困了 躺在山坡睡觉 他没有发迹的时候呢 迷迷腾腾的 就神仙在他梦里出现了 说这旁边这块地可真好 谁又是把自己的 长辈埋到这儿啊 到他那辈儿啊 就能风亡风猴 这我韩信醒了一看 就想起神仙托梦啊 那块地就是他躺那块 他说你看我爸爸死得早 连尸骨在哪都不知道了 死到别的地方了 现在这我妈还活着呢 要我妈埋到这儿 是不是我就能当王当猴呢 韩信这心思歹毒啊 说把他妈给害了吗 那他没有 回去就软磨硬泡的 他母亲没办法 剪下头发剪下指角 他拿着这个就埋到那块地 过去就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就是这个头发指甲呢 也是父亲母血 他把母亲的头发指甲 埋到那儿啊 也等于是把他妈就埋到那儿了 后来这么韩信 果然就是封怀音侯 又封齐王什么的 封王封侯了 但是用心太过歹毒 你这等于是活埋生母一样 所以韩信减损阳寿 最后魏阳宫里头呢 被吕后跟萧和给算计死了 所以这个事也从侧面说明呢 中国古人特别信这个 就说你的先人埋在哪儿 对于你这辈飞黄腾塔 那作用太大 所以有的那长辈呢 甚至呢 他活着的时候 他就选这个凤水宝地 为了自己的子孙 能飞黄腾塔 他们也信这个 甚至极端情况呢 为了得到一块死后的凤水宝地 有的人不喜自杀 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有典故的 这个事呢 有这么个读书人 叫潘从元 这潘从元倒没什么名气 他儿子呢 熟悉历史人呢 可能有所了解 他儿子叫潘同 是南宋的名臣 一直呢 官当到正一品的 秘书阁大学士 所以这潘从元年轻的时候 读书也挺厉害 年纪轻轻就考上秀才 但是接下来考举人的时候 就跟卡了壳似的 不动地方的 眼瞅着自个年纪越来越大 他自己儿子都要参加科举了 他这举人也没考上 所以他有点灰心丧气 就彻底放弃读书了 那么古人的人生理想挺简单 其实就两个追求 生前当官 死后发财 死后呢 保佑孩子们发财 这第一个追求呢 说我当官 我就当到秀才 我考不上举人 我也当不了官 已经到底了 这潘从元就开始追求第二个 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将来好 因为他自己呢 懂一点这阴摘风水 就是坟地的风水 所以他没事呢 就到处旅游 物色自己死后啊 我葬在哪 我死后的摘基地在哪 没多久呢 他真就找不住了 他离开家里头呢 离开这厅州呢 转悠到了附近的兴国县 在兴国县是哪 就现在江西赣州 跟吉安的交界处 在这个 毛主席当年呢 在这福建闹革命的时候呢 兴国也是个很重要据点 所以这潘从元 转悠到这兴国县呢 他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 你想他是听州人 最后他死了 他要葬在兴国县 这个事呢 在这个兴州府制 和兴国县制里都有记载 所以这个事呢 这是等于史书 实实在在记载这么事 你说他一个外地人 葬到人家兴国县的风水宝地里头 那时候又是全民迷信的朝代 人家当地人能同意吗 那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好地人凭啥给你啊 再有 他也担心 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 但也不过就是不到四十嘛 离死还远着呢 万一这个地方上别人给乡忠怎么办呢 所以总之啊 这事是个愁事 他想了好几宿 头头快想完 终于想出一个荒唐办法来 什么办法呢 你看啊 他先把自己儿子潘同给叫过来 然后把情况跟潘同一说 这事咋要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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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让他儿子配合他 这潘同不同意也没招 因为父权至上的时代 做儿子就没话语权 他把他儿子叫来做帮手之后 潘同园心里就有底了 他先去啊 附近的州县呢 买了一头耕牛 然后就把这个耕牛啊 放到兴国县 一个当地百姓的地里头了 你想当时地里 河苗刚抽出眼来 这老牛吃嫩草 吃得不亦乐乎 人家老百姓不干了 说你干啥呀 古代民以食为天 你现在把你的牛没看好 把我河苗吃了 那到年底我就没粮食 我得饿着 那能行吗 就跟潘同园吵起来 明明是潘同园理亏 你没看住自己牛 其实他是故意把牛放进去的 他一点不服软 还挺横 啊 我就这么招 你怎么的 你瞅我 瞅你咋的 我动的打你 张扬舞爪的 还先动手打人 这一下争吵升级了 人家这农民是当地做的路啊 人能惯着这脾气吗 于是招了一群亲戚朋友 呼啦啦围上来了 那潘同园一个外地来的 人单是孤 哪敌国阵阵事 他还主动上去打人家去 人家能惯着他吗 结果乱战之中 也不知道谁一出头 敲在他后脑勺了 一下子潘同园一命呜呼 给打死了 你说他这不发神经 故意找死吗 对 他就是故意找死 这正是他计划一部分 他死了之后 他儿子潘同 按他交代的 不干了啊 说我爹的尸首 我也不入恋 我就给你放到你下阳门口 行过线下阳吧 我非要要个说法 这个你都说法不则众 全县的这个 呃 参与这个事这老少都在上 谁知道是谁打那一出头 这县他爷爷也犯愁啊 都找不着这个凶手 都知道是这伙人干的 这案怎么判呢 这时候潘同哭了半天 开嗓了 说大老爷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这件事呢 我父亲确实有不慎 没看好我们家牛 但是呢 你们兴过线的这老百姓 杀人是不对的 所以呢 我也不提过分的要求 就一件事 我父亲死了得埋吧 我父亲死在这 我不能带着父亲 回老家买去 我没法跟家里人交代 你们得允许 我在你们兴过线 找一块好地方 把我父亲给埋了 这事咱们黑不提 白不提 就算拉倒了 你想跟杀人长命相比 把这个人命的事了了 和给一块阴宅地相比 哪头青哪头臣呢 那给块地不算啥事 大伙就同意了 这么的呢 潘同就按照他爸爸 当初给指那块地方 顺利的把他爸爸 乡中那块风水宝地 给要来了 那么你说这东西 就很难说了啊 这潘同员下葬之后啊 没多长时间 这潘同就客举得众 一路高升 最后成了正义品大员 那他的后代 也有不少为将为相的 到了明代的时候呢 还有潘是后人当官的记载 潘同的重尊子潘任 死后呢 就曾被明太祖 朱元璋下召 追世为终结大将军 到现在呢 还有潘家后人呢 到这个地方祭扫祖坟 人说这都是因为 这块是风水宝地 在两座山之间 所以这山被潘家后人 称作呢 叫壮业山 当然了 说潘家后人的好运呢 和潘同员的坟地 到底有大大关系 是巧合是什么的 咱们也只能想象和猜测 可是呢 他这有缘得地 以死求发的事迹 鼓舞了很多人 更相信这风水 你比方说这个 明朝晚期的时候 咱们都知道 当时后金很强大 特别是明朝经历 同胞之变之后呢 国力大大衰退 内忧外患呢 对付后金就更吃力了 几次大败之后呢 当时的天启黄的朱尤孝 吃不消了 只有照令天下 让大伙献策献力 出主意想办法 想一个怎么把后金 诺尔哈士他们给灭了 咱们说这朱尤孝是个昏军 当木匠 当得挺厉害 但是治理国家这事 它实在不行 所以选来选去呢 想个什么办法呢 说后金这么牛 连战连胜 那一定他祖坟冒清烟 是他祖坟选的好 咱这么得吧 咱跑他祖坟去吧 就这么朝廷下旨 找一帮风水大师进行勘测 寻找女真族的龙脉 因为后金不祖先女真族吗 女真族不是建立大金吗 就歪牙阿古达他们 这一找还真找着了 说当初啊 大金的龙脉在哪呢 在北京城墟的九龙山 因为这帝氏呢 行似九条飞龙 所以得名 是大金国祖坟所在 找到就开始刨吧 朝廷争调不少兵丁 上万人呢 挖了两年 不光把人祖坟给刨了 还在祖坟里头继续挖 挖出洞来 填满鹅乱石 把九龙山这龙脉给挖断了 这在风水上讲 是最阴损的一招 斩龙头 恶咽喉 除此之外呢 天启皇帝 朱游孝 还在风水大师建议下呢 在人家大金国祖坟上面 建一座高塔 宝塔这颗腰吗 塔里头供着 关公岳飞牛稿 都是汉族名将 让这根仨合力抗金 把厚金祖先好打着落花流水 到天启三年 所有工程全部完毕 上上下下呀 这朝廷都特别高兴 就等着厚金灭亡了 可结果怎么样呢 咱们大伙都知道 厚金呢 后来到皇太极这改为清 灭了明朝 占了九州 建立大清王朝 大清王朝建立之后呢 康熙皇帝 曾经特意评价过这事 说天启皇帝 朱游孝派了一万多人 破坏了两年的祖坟 根本破坏就不对 怎么不对 说虽然都是女真族 但是金国的政权 是湾延阿古达家的 后勤的政权 是努尔哈赤的 就我们是女真族 但是是两家 我们不是一家人 所以你把湾延家祖坟跑了 你对我们家 对对对 努尔哈赤 这是爱心绝罗 这是狗屁影响都没有 咱们先不说破坏祖坟 这事对国运 到底又没有用 这朱游孝连祖坟 刨都给刨错了 估计万亚阿古达 他们家人 在地里也喊冤 努尔哈是欺负你 你刨我们家祖坟干啥 所以这刨人祖坟 那第一个原因 迷信 为了抢人家风水 或者破坏人家风水 那么刨人祖坟的 第二个原因 其实就跟盗墓有关 它是为了利益 因为古人 从夏商时代开始 就有后葬的传统 特别是到了汉朝 汉代制度规定 天子只要继位一年 他死后 就可以拿天下 共赴的三分之一 来修灵墓 这个后葬的原因 有很多 主要也是古人的迷信 认为死后 人的灵魂不灭 所以死后 也得把人扶持好 这叫随死由生 准备好足够的钱财用具 甚至活人殉葬 再有活着的人 为了体现自己中军孝顺 也会拼命给死人后葬 成全自己名声 同时也算是保全自个面子 说白了就是 后葬死人 是为了给活人看 所以古人墓穴里头 宝贝很多 金银财宝特别多 那么有的人刨人祖坟 就是为了宝贝 要么自己有用 要么卖钱得财 你比方说曹操 就盗墓这行的老祖宗 就东汉末年的时候 各地诸侯相继崛起 十八路诸侯陶总 曹操就其中一支 这个时候呢 这现实对曹操挺残酷 人家诸侯王啊 都是占地为王多年了 有兵有钱 你像袁绍啊 袁树啊 共存战的这些 都比他强 曹操底子薄 起兵造反呢 没有军饷 这怎么办呢 打仗得有钱呢 得有粮啊 他就开始打死人主意 开始刨坟盗墓 就刨人祖坟 要说曹操确实是枭雄 咱要么不干 要么就好好干 干啥都想让 就盗墓这事 曹操做的最专业 他组织了一支 专门盗墓军队 头领呢 叫发丘中郎将 就是刨坟的老大 底下干体力活呢 叫摸金校尉 也是找钱的人 摸金吗 为了保证 盗墓有组织高效率 他在自己军中 成立了专门的盗墓办公室 这是中国盗墓史上 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军方的盗墓机构 可以说是专人经营 打到哪 就刨人祖坟 刨到哪 那这么像样 收获肯定是 非常丰厚 你根据这不完全统计 就大大小小的 他到了大概一百多座墓 其中最著名的陵墓 是盲党山王墓 就是汉朝啊 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 根据记载 这里头的金珠宝 不计其数 完全够曹操几十万大军 十年的用量 但是呢 他刨了人家刘武的墓 就等于是刨了 汉朝皇帝的祖坟呢 当时汉先帝听了这消息 哭哭的息的话啦 那叫一个悲痛 后来袁绍讨伐曹操的时候 还特意拿这事做文章 让手下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叫陈林 也是当时奸恩妻子之一 起草了一份讨伐曹操的习文 也正是这份习文 让曹操盗墓的事闹得 天下人都知道 但不管世人怎么骂 实惠曹操是得了 你刘备穷的 在曹操那寄人篱下的时候 人家曹操已经腹地流油了 所以这个是刨仁祖坟的 第二个原因 为了得利益 其实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盗墓 那么刨仁祖坟的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报仇了 我一说这个 很多人都想起来 吴子虚刨了楚王的坟 掘墓鞭尸 他把那个楚王的尸体 给打了好几鞭子 那么吴子虚这么一刨坟不要紧呢 就给了后代人效仿的依据了 就是说东汉时期啊 汉恒帝刘志在位的时候 当时有个美阳县 有个叫李浩的人 担任美阳县令 这个李浩呢 围观贪婪暴力 老百姓怨声载道 但是因为呢 他跟宫里头啊 那些太监有勾结 谁不敢拿他怎么立 就导致他肆无忌惮 特别嚣张 这个时候呢 有个叫苏千的都游 来这视察工作 闻人厅耿直 就把这李浩给揭发了 当然那人家有后台 这个李浩啊 只是虚惊一场 换了个地方呢 继续做官 也没什么损失 但他心里头 把这苏千是恨死了 一直盯着苏千 找机会报复 就最后真找着机会了 诬告苏千 这苏千下场很惨 最后呢 被这李浩呢 活活给一个虐待致死 就等于 审他你不不找我打 完了打死之后呢 还来个鞭尸 把他诗帖一通打 这个时候呢 苏千的儿子苏不韦 已经十八岁了 血迹翻纲的时候 自己父亲受歧尺大辱 这种冤 他能不报仇吗 但是李浩能力这么大 身边还有不少人 保镖干什么的 他也没机会复仇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仰天长叹 我怎么办呢 怎么报这仇呢 他想起吴子虚的 吴子虚掘木鞭尸 报复仇啊 刨坟 这我也能啊 他就找到 仇人李浩父亲的坟 把坟给刨了 把李浩父亲脑袋 给搁下来啊 祭奠自己父亲 祭奠完了 再把李浩父亲脑袋 扔在特别繁华大街上 旁边立块牌子 这李浩父亲之头 你说这李浩能不知道吗 可是他心里有鬼 他不敢跟皇帝告状 一告皇帝问 人家怎么那么恨你呢 什么调查调查之事 他就坏了 所以他只好私底下 派人修坟 然后重金悬赏苏不韦 而苏不韦呢 早就隐姓完明跑来 悬赏几年也没找到 这李浩啊 连着气 带伤心 最后吐血而死 这苏不韦呢 一直等到李浩死之后 皇帝大赦天下 他又重新冒头 所以这刨坟第三个目的 就是为了报仇 咱们看这个 三个刨坟目的 其实本着原因都是一个 就是太把死人当回事了 要么是风水 要么是后葬 要么是报仇 有人说中国人特别奇怪 活的时候好像永远都不会死 要死的时候好像从来都没活过 那中国古人更奇怪 总把死看得比活着还重要 总是修死后的福气 活着的日子反倒不怎么珍惜 所以你看 把这个气啊 撒到人家祖坟上 把为了挣点钱 瞄着人家祖坟 或者说为了咱们 琢磨点好风水啊 来盯着人祖坟 这其实都是把死人 过度的当回事 而且认为这死跟生之间 有着密切联系 其实还是心里头 这些迷信的思想在作怪 所以在中国古代 刨人祖坟是家常变范的事 但是到近现代来 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少 我估计咱们现代 好像你听说刨人祖坟事 你都听不着 似乎已经绝技了 这其实说明什么 它其实是文明的进步 科学的进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